是我的兵跟我走 快点的粘豆包 跟住了 一会就掉队伍了 一会狸猫就来咬你来了 快点的 这我去买菜去了 看着粘豆包了 我给它找回来了 走啊 过来 快点走 这是捋着这个小倒边 特别是没人的地方 它更希望自己往回走 快点的吧 像小佛似的 又坐着了 累了 还得歇一会儿 走吧 回家开始做饭了 看看 买的干豆包柿子 回来就是干饭 这小猫也接回来了 咱得吃饭了 今天非常的简单 做点玉米面条 咱家这个鲜面条 看是非常柔软的 咱用水泡个十分八分 这面条泡上了 涛哥说吃西红柿鸡蛋卤 咱打个卤子 这个卤就比较简单了 咱们再打两个鸡蛋 把这鸡蛋给走散 油热下鸡蛋 平日入锅 把食盐 来点十三香 加点水 自家发的小包搜苗 咱来一颗 看看 这个珍贵 少来点就行了 这卤的 必须勾个小包馅 小汤一撒 刷锅 刷锅 开始烧水煮面条 打个卤子的时间 面条就泡好了 水开下面条 咱们这是存饮面条 水开煮三五分钟 煮熟了 咱就捞出来 为啥是三五分钟 那差两分钟呢 这个软硬自己调呗 咱这面条 是没有任何添加劲和防腐剂的 吃的就是玉米的味道 金刀爽滑 做汤面炒面打卤面都可以 这早餐来一碗 行不行 我和套哥煮着一袋 一人一碗 咱啥别说了 卤子多来一点 来一拌会 像样 就这面条咋吃都行 而且它比白面面条的话 还多一个功能 它能当冷面一样做 哪天夏天的时候 给大家用它做个冷面 这早晨吃点这玩意 顺利味 这卤子不花钱 多棒点 这东西就是 你做啥啥味 你看鸡蛋修饰卤的鸡蛋修饰味 酒腿鸡蛋酒腿味 金刀爽滑 耐入无欲碎 嗯 可以再来吃一大勺子 再来吃一大勺子 可以吃一大勺子 干鸡蛋 噔 вам 臭 还是